身为一个监察院长 在为子弟兵李柏毅 辅选特地南下高雄一趟 在这里面就觉得 很奇怪 到底你是在开什么 很秘密的会议吗 这个选举 辅选就直接名讲 那到底有没有 怎么讲的是模模糊糊的 还说真的是搞得大家好乱 有吗 波基 到底陈菊现在是不是也动起来了 其实应该这样讲 因为它是一个不公开的活动 它不是公开的那种 所谓的辅选活动 它爱怎么讲怎么讲 这个活动是 人家在外面看它进进出出 可是它没有对外公开 它没有牵着李柏毅的手 说动算 没有 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要指控 你只能说 你去高雄干嘛 这个教会邀请一个监察院长 跟高雄市民政局的副局长 跟高雄市议员又只要民进党的 是怎么回事 可是呢 因为你没有那个证据说 他拉着李柏毅说动算 没有啊 那你就要说 那你上班时间 12月30号 是上班日啊 你监察院院长 你到高雄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 的用意为何 应该要讲清楚 对啊 是不是跟选举有关吗 对 因为有时候 其实就我的了解是这样 比如说那个民政局副局长去 我觉得很合理啊 因为高雄在地的宗教团体举办活动嘛 邀请在地的这个宗教事务的这个长官去 我觉得很合理 可是重点是去干嘛呢 好 一个说茶叙 一个说座谈 一个说弥撒 那是弥撒里面有茶叙有座谈 还是座谈里面有茶叙有弥撒 还是茶叙里面有弥撒有座谈 还是三合一 那你搞清楚嘛 还是说里面其实有三个小房间 一个副局长 一个陈菊 一个李博益 重点是有没有在辅选 对 就是你知道 就我的了解是这样 有时候他们教会会把那个 就是跟这些候选人比较好的 他们会帮他做一个类似 祈福啦 他们会帮这个候选人帮他加油 帮他祈福 有来是为这个 然后呢 这个也帮 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比较好的 可能陈菊 我们也帮圣潮院院院长祈福 我们也帮这个副局长祈福 有时候会 你知道吗 就是宗教团体有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他也不是一个公开活动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里面在干嘛 好 但是 身为一个监察院长 你自己的奋计都不拿捏 就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你 你 你知道 就是 隔两天他也去再高 再又去高雄一次啊 参加那个什么高雄那个轻轨 什么 那个路线 圆形 把他这个通车的那个典礼 哎 我说 如果你今天 常常去高雄 那你到底是怎样 监察院移到高雄去是不是 嗯 而且去这个教会跟监察院的活动 请问一下跟你职权有什么关系 是 这才是这才是重点 好 来蔡委员 现在你看 高端啊高端 高端里面到底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股东 都是民进党的 都是绿营的人 这个里面呢 因为国民党团说 他们其实呢 有什么有资料 说超过千人是民进党 而且还是不只是党员是高层啊 陈建言就说 哎 高端是一个上市公司股东一定很多嘛 那你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不是民进党籍的呢 说这个叫做想象中的数字啊 然后说不会啊 根本不会登记民进党籍 然后又说这个又是什么造假 那我就问啊 那要不要再公开呢 才说现在有在考虑是不是要公开 正在洽谈 前提是要那些股东同意 因为要透过股东会来决议 委员你最了解这种事情 两件事情呢 高端公司的股东名单 国民党说有拿到了 而且是有一千个人 是跟民进党有关系的关系人 那就大大方把它公布 已经公布了嘛 那现在大家来追索一下 所以不必直接去拿到这个什么 跟监察院去谈 我建议就买个报纸 半版广告就把它登出来 联合报半版广告 这个股东是谁的 谁亲戚这个股东谁的群 全部类出来嘛 就直接来个对决嘛 那你高端公司又不服气 你来告嘛 看我的股东名单是真还假的嘛 其实要取得股东名单不难 但是要股东名单去对出 是哪一个民进党的高干 是要发点力气的 那不要讲说有一千个 有一百个人就可以打死民进党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国民党的立愿党团 这要加油 那至于这个高端跟政府 跟卫福部的合约 谁说要公开的 赖清德 赖清德有没有说要高端公司同意 没有啊 民党党首席耶 那可是其他人帮忙在党啊 陈建仁啊 陈建仁啊 说要高端同意啊 股东会同意啊 他是高端还 是竟然拿政府的钱 还位阶比政府高哦 然后还有谁 还有那个郑文燦啊 也这么说啊 薛瑞仁你这么说啊 就一挂子的高端战事耶 全部在帮高端护航耶 真的是高端的什么 捍卫战事 所以为什么不敢公布啊 鎖个五年等到蔡英文下台是不是 所以我是觉得里面的问题重重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 还不只是合约哦 而是高端的录音带被公布了 嗯 第一个 高端自己说 七百块以上 我们都贪到拿来奔 他卖出来八百八十一块啊 这一多了一百八十一块 就我们纳税人 多出了九亿五百万 那他说股东董事会去分 检察官总会查一查 是谁要去分吧 那怎么会 你明知道七百块就买得到 为什么要买八百八十一块 你告诉我 卫福部为什么这样买东西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因为高端展示出来 他们自己知道高端无效 他说哎呀高端没什么效果 那我们就在做这个临床实验呢 把抗原加多一点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高端产了 鹽巴不会咸啊 那没有关系 我多加几把让它咸 就是这个意思嘛 你在搞什么 有这种事 是啊 挺录音带自己讲的 人家早就讲说 他那个技术 是1970年代的技术 水溶性蛋白质 现在全世界没有人在用了 他拿来弄一弄弄一弄 好 那假装是全世界最近的技术 那个早就没有用的一种做疫苗的技术 但他说安全性很低 我就拿到了海外的这些疫苗专家 他说直接拿论文给我看 踢爆 就说他里面加了这个铝盐阻剂 是有问题的 现在新的疫苗 没有人用这种铝盐阻剂了啦 莫德纳没有 这个BNT没有 诺法没有 江神没有 就只有你高端用 还A字也没有 就是你高端用铝盐阻剂 为什么 人家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而且 8年前 国际论文就已经说 这个对脑神经有伤害 天啊 那你怎么交代啊 这还敢用 一票人怎么罗毅军跳出来说 哎呀我乱讲 我乱讲 那我拿论文给你看啊 不然你罗毅军能不能写这种论文 你写论文啊 批划他啊 这论文还登在什么 登在美国的国家研究所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